走囉 上路囉 有分長期跟短期 對!沒錯 跟我查資料都一樣啊 其實就是養的過程中 好像時間到某種程度會變長期 很兇很兇 來來來 可以可以可以 好好 活力非常好喔 這代表在你那邊 對對 這樣就好 我好像屍體過後退 OKOK OKOK 給它低溫下 低溫下就好 低溫就好 好 來 那其實熟成的問題點在說 我香蕉放三天 它才會變黃 如果放一天變黃 是要靠什麼 差不多咧 我覺得差不多 黃金昌 你們都叫黃金昌 會燒 穩定了齁 嗯 稍作穩定的時候狀態 它就是 第一個它就比較不會動 嗯 那它心臟還是會動 就讓它一下是蠻好的 好 來 首先因為它還是會 還是會跳動 因為它很低溫下 對低溫下 它是很耐冷的 很耐冷的 那這隻是還好 沒有那麼胖 如果再胖一點 它這邊會比較厚一點 是 然後這邊也特別的厚 這邊特別的厚 越肥的話 肉身越厚就對了 那 我們如果通常 我們做神經腳的部分 也是差不多一樣 齁 抓起來這個位置 抓來這個位置 是 摸下來這邊 這裡摸一下 往下走 比較軟 你這樣摸下來 這邊是不是有一個凹陷處 這樣摸下來 喔有 有一個凹陷處 剛剛就在凹陷處 這個地方 兩眼中間 對兩眼中間 這個地方進去 那 這個凹陷處的地方 我們先 立的進去 齁 再轉一下 嗯 有觸到了 剛剛有觸到了 講沒了 齁 觸到了這邊就好了 嗯 那剛剛就 做完就不掙扎了 對不對 那這時候我們要通 它的神經前 齁 先放行 齁 放鞋一樣 齁 再塞邊這個 放鞋下去 齁 就剪掉就好了 齁 就剪大了 齁 剪開就好了 剪開就好了 齁 齁 這個 這個放開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轉過來 黃金艙我會 在這個尾巴這邊 齁 扣開 它會排鞋 然後啊 這個部分就是變成 我們要去 排鞋處 找那個神經的地道 齁 下面是血槽 下面是神經 這邊 看到神經這個地方 上面是神經嘛 齁 沒事沒事沒事 通過去它就不會動 這是因為那個的關係嗎 不是它不要動 沒有沒有沒有 是用你戳進它神經 對對對的 戳進去這個距離就是剛剛好這個距離 有沒有 就把他脊髓破壞 對脊髓破壞嘛 下面是血槽 有沒有看到 這血槽 這裡 這裡 這裡是血槽 上面是神經 齁 這個神經進去就好 然後神經距離 穿進去的位置 有沒有 它在動的時候再戳兩下 它不動了有沒有 齁 同時間在戳神經的時候 血是不是一直放 齁 然後戳完之後 這個地方 從後面來 我們從前面齁 因為從前面的時候啊 因為我這邊要顧著讓它放血 放完這道 前後已經通了嘛對不對 所以 我先通前面的那個 後面再放血 同時間導流 同時間導流 這時候 在導流的過程中 我們再來放中間的通氣口 因為這種魚比較特殊 這邊 這邊下來這邊有個圓弧狀的地方 過來一點 這裡 通氣口 下孔一下就好 這樣就可以了 來 這樣子 然後就讓它繼續放血 它在冰水裡面 那等一下 我們大概下午 去抓完螃蟹回來之後啊 抓完螃蟹回來之後 它的血放得差不多了 因為它心臟還在跳 那跳到它不能跳回 只要低溫之下 那血拍得差不多之後 下午回來 我們再去除內臟 去除內臟 那去除內臟之後呢 因為黃丁漿的味道比較有趣 所以它是雖然是養殖 但你要把它的甜味調出來的話 我顯示過很多種方法 因為台灣在養殖這個 你看它的血泡 排得很快 你只要有冰的話 它排的速度才會快 如果你沒有冰 活活的下去排 不見得那麼快 而且它身體還會酸 其實雨底的降溫是很重要的 就是說降溫的速度夠快的話 味道就會完全不一樣 好 那接下來就是說 因為很新鮮 不見得是我們想要的 想要吃到它炊熟的速度 要好吃的話 只要一天 以前我們熟成不是要好幾天嗎 那其實熟成的問題點在說 我香蕉放三天它才會變黃 跟我放一天變黃 是要靠什麼 靠椅析 靠蘋果椅析 對 那一樣嘛 那我們的那個魚肉也是一樣 我們利用米麴 在它腹部的時候產生發酵 那這個發酵會產生一種叫做 不好講啦 反正就是有一種物質 然後去轉換 轉換那個魚肉的過程 所以像那個生豬肉用醃 鹽巴跟米那個也是一樣 對對對 蜜啦 那米你要先 我先用腹部泡過之後 加點水 這是隔夜飯 隔夜飯就好了 隔夜飯 隔夜飯 那我下去蒸個五分鐘 我要蒸過 蒸一下五分鐘 然後出來我們再去做它 好 這個我們下午的時候放涼之後 再來那個 先讓它蒸五分鐘 你看它排的血不會有臭味 你知道嗎 就是如果說你運動 在很緊張的時候 魚排血會有一個腥味 你知道嗎 其實 在穩定狀況下宰殺 跟在緊張狀況下宰殺 魚肉不一樣 其實真的是味道不一樣 很微妙啦 這還是蠻微妙的 可是就是我想說 但是這個方法推薦給就是 在海釣 因為海釣場 基本上都養殖魚類 對對對 那它可能就有一些飼料 為什麼就是 在這個方式裡面 讓它可以更好的處理方式 這樣子 那其實我覺得 我們活物的處理方式 齁跟 冰鎮做的都是一樣的 比如說我們處理有些東西 因為我們海釣場有好處就是 它來的是活的 對 釣到都是活的 我們可以用活地 或是說什麼方式 像剛才那個簡單的處理法 回去再殺 會不會就效果更好 這樣子 一定會比較好 也不一定要說 整隻殺的山去以後 再冰起來這樣 只怕我們冰箱掉太多的時候 沒有啦 就是有時候大隻的 或什麼 因為有時候它們會掉這種 大黃金艙啊 對啊 它有時候大 黃金艙大隻 對啊 你看過更大隻 有那種 海釣場放五六斤 我覺得像這樣的魚 因為黃金艙 我的經驗是這樣子 它因為釣起來一直衝撞 那很容易在衝撞的過程中 它的肉就變差了 對 那我的想法是像剛剛這樣子 就冰完之後再這樣放鞋 保留它的肉 我相信它等一下排完鞋之後 裡面的肉一定是相當不錯的 等一下我們再出發 例如說我們明天 今天我們等一下去買完螃蟹之後 做取熟了 米取熟的過程中之後 明天我們就可以來吃 這五分鐘 蒸五分鐘 蒸五分鐘 讓那個水啊 稍微吸收那個昆布跟那個米 那米的話隔夜飯就好了 讓它有點軟 然後再稍微把它踏平一下 我需要它一粒一粒的狀態下 然後呢 放上鹽茄 然後加上鹽茄液 鹽茄液 大概加少量就好 主要是它那個茄的味道 那技術是米飯要放涼 要放涼 然後就把它攪拌 那因為我要吹熟的速度很快 那原本大家認為熟成需要好多天的時間 其實是錯誤 熟成的概念是讓它進入熟成期 其實我們一天也可以 六小時也可以進入熟成期 你要完全進入到精化油的階段的話 需要六天 但是我要進入熟成期的甜味的話 我只要求甜味出現的話 大概六到八個小時到十二個小時都可以 只要找到吹熟對的東西 因為所有的魚它的相對應吹熟的東西都不一樣 那昂茄是屬於沙底性的魚 昂茄 白蒼 還有回形納 砂梭 都可以用這種方式處理 它會適合用這種方式處理 那其他種鮪魚的話就不適合 每一種魚類不一樣 所以這次我就是比較多年用下來 我覺得適合用在這一類魚的部分的做法 所以不是說你在視頻上看到 一種做法就一定所有魚都可以用 沒有 每一種都有不同的做法 那為什麼我們要熟成 熟成的原因是 不是只有生食的時候好吃 是在我們加熱之後 它的甜味突顯得更美好 是因為它要像轉熟 所以我們轉熟過程中它是新鮮的 我這個是加速轉熟的方式 那這個完之後接下來我們要下鹽 下鹽 再高一點沒關係 為什麼 因為它腹部的膜我沒有去除掉 但是我要它鹽度在腹部裡面 產生所謂的半醃漬的效果跟發酵 醃漬與發酵會產生很好的轉熟點 那這種這種手法呢 有用於在一般醃蔬菜上面會用這種方式 那這種這種時候 蔬菜啊豬肉來醃這個是沒問題 那也適合比較白生的東西來做除脆 對這樣 OK 那接下來就是放涼 在放涼的時候 我們現在放在冰箱裡 所以我們吃的魚會很甜的秘密在這裡 2 hours later 那這個排血 剛剛神經腳後排血 神經腳後它的狀態非常的好 加上我們剛剛頭擠的時候 這地方相當準確 來 接下來昂莎的這個頭啊 是非常美味的所在 我頭不需要熟成嘛 我只要把頭取下來就好 昌魚米粉 對啦 那個頭用烤的 非常非常的久 這應該是軟骨嗎 對很軟骨 都軟骨的 都軟骨 好空間 拿的時候去除 那很多人很問說 黃金湯小吃的很便宜啊 那好不好吃 其實黃金湯小吃也好吃啦 只是說我們處理的方式不太一樣 處理方式不太一樣 其實魚在處理的過程中 就是味道會有所落差 就會有所落差 那魚肉因為我們這樣處理 保持得很好的樣子 低溫之下斜都往中間集中 這樣 被頭就被 尾巴我們已經做排血處理 所以尾巴我們直接取下來吧 很油餒 這邊 這邊布黃金湯的時候要小心 那他腹部啊 他很容易裂開 所以一定是蓋著 蓋著走 用手去感覺他的位置 所以 這邊有一個地方 就是他的前接的膜 上膜 跟著上面走 這邊有上膜 先撈出來 然後往內走 往內走 往內走的時候 這個膜會跟著你的手 然後這邊 手不要去波拉 波拉就死了 波拉這魚肉 如果你在沙的時候波拉 他裡面就會壞掉 只要有一個小裂縫進去你的魚肉 魚肉就崩壞 這邊是比較難的地方 就是說沙的過程中 就是走那個氣磨的地方 有沒有 那因為我們剛剛的放血模式很漂亮 所以我的血幾乎都集中在中間去了 幾乎集中在中間去了 跟剛剛排水排掉了 接下來會進入這邊 有一個空氣孔 剛剛空氣孔的地方 他如果我剛剛有通熱氣 他就不會膨脹起來 去壓迫到這個膽囊 他膽囊就不會受傷 講究可以很講究啦 只是說 是操作的過程中 還是有他的那一點難度 來 一樣往外 他在後圓地方 我們這樣撥開的時候 後圓地方 這個有一個空氣氣囊的地方 往後 這邊 你可以摸一下 這邊有一個一條 這邊有一條在膽囊上面這個地方 有沒有 這邊 你摸進去 很深 有沒有 會到後面 會到後面 這個地方就要很小心了 就是說 我這邊過去的時候 一定要用手指頭 去感覺到最後面的那一個地方 最後面有一個點 拉一下才可以拉起來 否則這邊會破掉 可是這個點會破掉 你如果不知道 一拉這一破掉 這個很然然下課 魚 怎麼樣都不會好吃 所以這邊要進去的時候 他後面有一個後點 阿哥你摸摸看 中間是不是有一個 中間有一個力粉 裡面 這裡面 有一根骨頭 旁邊有兩個洞 對 那兩個洞 旁邊那個下圓 我可以拿出來 我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這是骨頭嗎 旁邊有兩個 凹陷下去 空氣 氣孔 這個氣孔不要破壞到 熟成 熟成這個魚的時候 關鍵處 你如果破壞到 等一下我們在醃漬的過程中 水會進去 那你看我們剛剛處理完 這就不會泡掉了 對不對 都沒傷到 那膽囊長起來 對對對 就因為他有數塊 都沒有傷到 有沒有 很棒 那這樣拿掉了 鹽水 接下來我們摻我們剛剛的曲 喔 曲已經OK了 曲已經OK了 有很多人問我說啊 如果做到同時 同時 有過 活度 對同時要進入熟成前 現在就是這個方法 現在就是這個方法 因為熟成大家都認為要放好多一點 其實不是這樣子 不是這樣子 有些概念上 可能在解釋上有時候是 大家認為放越多天越好吃 不是 放很久是你的保存技術 你要拉好是後面在處理的過程中 產生的效率高的時候 才會這樣子 那裡面的水分就怕掉 硬骨旁邊那個膜不可以弄掉 喔 我沒有把它洗掉 這膜不可以弄掉 這一弄掉它會感染到這裡 這裡會感染到 連血核這邊的味道 就會被感染出來 因為它是一個很容易發酵的 有點像青花魚那種概念 那 穩住發酵的方法 我覺得就是 就很簡單 先把我們的 昆布塞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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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來 將少量的米 塞到這個前緣的地方 少量米就很有效果了 不用多 不用多 接下來 因為裡面是鹽 所以我要準備一個 綿墊 綿墊 在它醃漬過程中 一定會排少許的水出來 放在裡面 這是一個第一步驟 好 第二步驟 其實這個 是沒有打量公布這種做法 比較少見 就是說這種做法是 很傳統的那個 取收魚的做法 蓋在上面就好 沒有 整個都要包覆 盡量包覆 盡量包覆 就是讓它都沾染 先沾染過一次這樣子 那個 沾染過一次 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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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米不是有時候放冰箱有時候會發霉嗎 是因為有鹽就不會 鹽就不會了 鹽就不會了 然後還有昆布跟鹽的鹽度夠的時候就會 那裡面是取 不用的是取 因為我需要它取 所以已經取菌會幫它放煤了 對對對 放煤 原因是這樣 沒有另外一種去抵抗它 所以產生黴菌 一般來說 坦白講 我以前看過師傅做的話 它是需要口水 口水 但是我 那個叫澱粉煤 對對 他認為說那個糖分會產生很好的醃酥效果 然後另外一種 還有我看過叫乳酸菌 對 乳酸菌的話我會覺得說 它出來會有一個 抗力多的味道 對對對 但味道會比較重一點 我不喜歡 我喜歡就是單純米跟昆布的香氣 所以我做了很多方式 都找到這種方法 那這個的話 我們就明天的時候 我們來料理它 然後明天的時候 我們就來料理它 做生食 OK 從生食 做到熱食都可以做 OK OK 來 我明方這樣 你知道齁 因為我們的味道齁 有一個那個 米香氣 米香 然後你看喔 它中間的地方 它的肉質變不一樣 變得比較硬 你摸汗 就頂心那樣 對啊 好像不是那種死魚的 死魚死掉 或是軟爛的感覺 一般的話 你不然說隔天它就開始軟了 就軟掉了 對啊對啊 它反而不會喔 因為它水分變成 在米上面脫出了 所以那個肉質質地 會變得更雜實 然後同時米的渠進去之後 它米筋會慢慢化油 所以等一下在料理的時候 它的那個 肉的味道會不一樣 這個就是 特殊素成的 對素成的 熟肉餅 熟肉的過程中 我們記得 這裡面有昆布有沒有 你看 昆布吸收多餘的除分 還有剛才那個插手指 對對對 都吸掉了 這邊都去除了 你可以聞一下 內臟的地方有沒有抽味 沒有 就昆布的味道 連那個 一般我們講的那個 那個 臭折皮都沒有 嗯哼 那我們現在外面這個黏液啊 剛好被我們的那個 米 吸掉 吸掉 那我們稍微清洗一下 融化了一點水 泡進去 先泡濃鹽水 濃鹽水 做簡單的清洗 內臟啊 米啊都做清洗 先濃鹽水這樣清洗就好了 更濃鹽水 我摸看那個肉是硬的 硬到我會覺得是不是很柴的感覺 對阿 可是不是喔 因為它的第一個是油脂凝庫之外 還是它已經轉熟了 那 豬脂這邊會有一些米齁 把它吐一下 所以米是不會殘留的 不會殘留 不會殘留 就是 作用完就好了 目前它泡著鹽水 只要高水準就撞在下 那黃金昌的那個 下到 比較有趣 這個旗上留一點位置在這邊 嗯 下到 這樣會比較好下到 很油啊 油度很夠 之外那個肉質也常常好 其實它是一種變動物很大的 所以如果你有排鞋排得好的話 它就不會有那個 酸味 就會差很久 下到 下到 還行 就是 對著那個鞋的去 損開就好 嗯 腹部剖開跟 背部下刀 這個是魚種的關係還是看心情 看自己需求啊 從背部這邊下也可以 嗯嗯 只是我希望一刀就過 嗯嗯 可是它就是因為骨頭會 卡到有時候反而過不去 對它是骨頭太刀的時候啊 過上的時候 包含在這上面 骨頭上方的這邊會下 先從上面一點地方切進去 對我說這技術面很 技術面就 因為我這樣 我過不去了 刀子過不去了 你這樣 我這樣被剖 我可能還比較行 因為我寄在這邊的 嗯 我知道 我殺很多魚 所以我知道 因為我如果看你有做從 有的是從 湊往前 有的上往下 就好像 看魚 跟順手度 嗯 然後 扁形的魚 我希望盡量單面 嗯嗯 因為扁形的魚單面的時候 這邊比較不會裂開 是 那從這邊 先把腹骨擦掉 腹骨下面呢 追到這個位置 會有一個小小的氣勢 對 對對對 那個氣勢 氣勢這個位置就是會有 對對對 一個地方 就是我們挖破的話 水進去這邊就壞掉了 所以在處理過程中 欸 小小的水 處理過程中 會有落差這樣子 然後啊 接下來就是 這個氣勢會有空隙 這空隙然後下刀要 從上面 這邊有空隙 從上面 往下走 必須要你去除完腹骨之後 才會有這樣下走的距離 這樣就可以起來了 那那個是 要削掉的 就是可以吃的 對就是我如果做生食的時候 這邊做做 這樣去除起來 嗯 就是我們準備生食 跟做小不小的部分 OK 應該煮應該 皮可以吃吧 是的 它有細的魚鱗 喔 所以皮消除會不要 我以前消除之後啊 風乾之後 炸火再下去火鍋 帶著魚鱗炸 喔 把它炸熟 對炸熟 是一種方法 那等一下稍微吹個風 我們再來切 好 這個 昂砂 昂砂這個部分 就是這個邊緣這個肉 最好吃 那以生魚片的話 我的建議齁 是 我從這邊去開之後 肥肉我們做下不下部 最好吃的部位 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三角 還有這個氣勢 對 所以我切的時候 會從這裡切 這邊下來 好 這一塊是我覺得 最美味的部位 還有肥肉 那一般 對對對 啊所以 我在切的時候 我會從這樣切 先從這個骨頭 上面先跟它分開 嗯 把它當成家裡 然後 分開才會知道什麼 我們在放熟過程中 沒有OK的感覺 沒有OK的感覺 沒有黑鞋的感覺 對對對 黑鞋的感覺 那這邊會有一塊 叫做齊鞭這一塊 這一塊也相當美味 這一塊我如果要做生鞋的話 我會稍微做自燒 齊鞋 對這個齊鞋就是 這個 對 那這跟那個 鯧魚的時候 這個也是一塊好吃的 那放完我這個 另外幾來呢 稍微自燒一下 好 正雙 比如說我們今天要試吃這一塊 這樣先吃 一隻魚就兩塊耶 對就兩塊啊 就小小塊 這塊就是它分鞋 噢 它那個 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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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稍微自燒一下 讓那個油脂出來 它的味道 因為它中間會有 兩層的金 金的味道 對 因為我這邊的 稍微自燒好之後 會在這個叫下一道 斑它煎 對 應該說它這邊有一個 比較硬的一個 一個點 吃起來的話會比較主要 那只要下一小刀就好 好 稍微夾它一下 我們吃一下 來吃一下 這四斤的魚竟然只有這樣一小塊 這算真餅啦 真餅的部位 好吃齁 哇那個金的咬 咬起來那個很有氣 接下來就是我講這個氣孔的部位 氣孔 氣孔的部位 我們就從旁邊慢慢的取下 因為你剛剛氣孔 它就是 其實它也是很珍貴的生魚片部位 對對對 所以不想突突然到 對對對 那 昂沙的那個皮下這邊 皮是硬的 所以我取的時候不要太貼 太貼它的皮 嗯 保持有點距離就好 那 因為我剛剛太貼皮了 所以會黏住很硬 對不對 那我等一下這個做法呢 我們就 要切的時候我們再把它去掉就好 好 那逆過來我們看這個方向 我們是 魚紋路走這個方向 嗯 那我們切的時候就跟它 跟它垂直就好 好 垂直這個 對 對 那 噴起來可以試一下它生切的狀態 好 生切 等一下會製造嗎 對對對 我只想試一下生切的味道也相當不錯 一點點的 稍微 可是你可以吃 完全不像是放了一天的 對 可是你吃得出它已經熟成了 嗯 入口沒有生的那個感覺 沒有生 沒有生味喔 它其實捏起來很硬 可是它就是有一種很脆的感覺 它是活肉對不對 脆口的 活肉之下已經進入熟成器 甜味已經都出來了 它跟人家那種活沙 糖甘那種脆又不一樣 對 它脆是 很像杏仁果的那種口感 對對對 那個 煎果的那種口感 煎果的口感 煎果的口感 那就是說 就是如果有絞殺 再加上處理的話 加速熟成 如果能夠在它還在 我講 半薑子期的時候 一樣那麼美味 這用小口烤就好 因為它那油脂 這個昂叉在我們看不到地方 油脂很多 你知道嗎 真的很濃郁 很濃郁喔 香味 香味更濃郁喔 剛沒有烤的油脂已經很香了 對 接下來就更好鮮 這是什麼軟中待吹 對 上軟下吹 對 可以試一下 脆口感還在 然後多了那個香氣 對 多了香氣 所以你可以看到 熟成的部分 我的魚肉是沒有什麼變形 可是它已經進入熟成型的那個 感覺 我覺得它真的很Q欸 不像一般那種魚的那種 又Q又少 嗯 Q是因為你只有一天嘛 對 它不會長期 因為我們昨天有沒有 還在薑子餅 對 它的薑子餅 維持的時間會超過16個小時 嗯 那為什麼這個血核 這血核的血 是骨頭 這個黑色是不是 對 這是血液 血液的部分 血管 那主血管的部分 現在 由於剛剛已經排進去了 像這個都排進去了 有沒有 那如果說我今天 如果說我今天 我從這邊 我們在這邊 通血 加水進去 灌水 灌水 那一個 這件事情 其實我在日本的 是 我們日常在討論這件事情 是不是所謂 金本市的處理方式 是 金本市 對金本市的處理方式 就是用水去吸尿 血潮的方式是ok的 其實兩派的 處理方式都對 可是應該灌鹽水法 你不能用淡水沖吧 對 淡水是必要啦 那灌鹽水的過程中 你可以把血 血滴除沒錯 是 可是也相對的 你的魚肉裡面的 是不是就因為你的血 血潮進去 你的水就會進入到魚肉 壓力的關係 那壓力 壓力承受到的時候 會怎麼樣 我的魚肉會怎麼樣 會因為壓力 又第二層壓力的時候 水就進去破壞掉 所以沒錯 它排出來是血 可是相對的水 侵入到血管裡面的時候 又是一個問題 但是如果是 如果是鹽水 或是 還有一種 有的人是試用用醬油 喔醬油 對 醬油進入到血管之後 味道不一樣 整個魚肉它的那個 都是變成 醃漬型 那醃漬有醃漬型的做法 我覺得這些做法 都是正確的 就是各有各的 對各有各的方法 其實都沒什麼不對 我比較認為是說 像這樣的處理方式 很單純 我只要單純的魚肉 單純魚肉 原本的味道 真的很棒 它那個 那個 擁鬱的那個魚韻還真 對 可是不是那種魚腥味 我們都可以說 冷凍起來 要凍過又更好 更好吃 以前熟成後再冷凍 冷凍後呢 它第一次就是 因為細胞型的脫水的時候 它的水分 好吃 這個魚肉 那這個魚 我們備肉呢 我們坐下不下骨 來吃也非常美味 我今天會帶回去 對對我這邊切 給飯嗎 有有有有 金化油 沒看到金有沒有 沒有 對 它一般的話它是很有金嘛 對啊 先吹個風 好 這個瓜 等一下要帶回去 這個 特殊魚肉 對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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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n knia 然後肉質很細 好吃 接下來就是 jerko 跟家人 Cotton 舊人要一起去這個 火鍋 好啦,影片就到這邊啦 喜歡我們的影片請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小鈴鐺記得打開燈接收最新的影片發布訊息 阿貴的手足樂園謝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